你知道萧炎生吞化生火后 他的实力变得有多强吗? 就在刚刚萧炎生吞化生火 甚至还十分享受地打了一个宝格 红色的气体从他面前出现 仿佛是在感谢魔炎谷送给他的大礼 魔炎谷三位长老穷尽毕生的实力 将体内所有的化生火凝聚出实体 再以自身精血催动 结果在发出攻击的那一刻 萧炎仅用一火凝聚出一条细小的绳索 便将整个星空火皇控制 星空火皇在萧炎面前无法再前进一步 而此时萧炎双手在接触星空火皇的那一刻 巨大的火皇竟然变成一缕缕火焰 吸入到了萧炎的手中 魔炎谷长老气得吐息 萧炎随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将其服下 随后的表情看起来相当享受 而魔炎谷长老却十分惊愕地看着萧炎 在萧炎面前玩火 真是佩服魔炎谷三位的勇气 萧炎在见到化生火的那一刻 便决定将其收入自己囊中 当萧炎吞下化生火后 他的实力究竟又会提升到何种程度呢 眼看着韩风和苏谦打得有来有回 萧炎想起自己老是要老 曾经被韩风暗算 心中怒火中烧 手中开始凝聚起青色火炎 佛怒火炎是萧炎压箱底的绝技 当年死在萧炎火炎之下的强者不在少数 如今萧炎再次施展佛怒火炎 有谁注意到 他手中火炎的颜色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在吸收青年地心火后 萧炎佛怒火炎的颜色就已经变成了青色 而如今 佛怒火炎竟然出现了一丝血红之色 这意味着佛怒火炎的威力 在之前的基础上将会变得更强 看来这次韩风势必要再次吃饼 不知道这次佛怒火炎会将韩风炸成什么样子